如果世界末日来临,我们该如何幸存下去呢? 在这个游戏当中啊,我们将会被分配到一个随机的地图上,面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。 刚来的时候啊,咱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将会面对什么。 直到答案揭晓。 我去,是火山爆发! 哇,这么大一座火山摆在你面前。 这能逃得掉吗,兄弟们? 我躲哪儿呢?躲房子里面也不安全啊。 来了来了,它开始发动了。 这火山看上去有点便秘的感觉。 我去啊,房子都给砸坏了。 我觉得这种情况咱们往哪躲都不安全,不如直接站在原地摆烂算了。 但没想到第一局我就成功性推下来了。 到这里,我本以为这游戏会非常的简单,直到我来到了第二局。 目前咱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。 于是有趣的是大部分玩家,包括我自己啊,都选择跑到这个灯塔里边。 难道是这个灯塔看上去特别有安全感吗? 而且站得高看得远。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啊,当灾难揭晓的那一刻。 我去啊,居然是地震。 当场直接被甩飞了。 从高空落下,直接摔死球的。 这种情况咱们最好是站在空旷的地带,而不是躲在房子里面。 我去啊,你看这地震的破坏力好强啊。 简直不要太可怕了。 哇,第三局居然是一个火箭发射基地。 但是你们看远处的云朵。 哇,这压迫感也太强了吧。 到底是什么样的灾难啊? 难道是龙卷风吗? 我去啊,闪电洪水来袭。 赶快寻找更高的地面。 这个时候咱们需要跑得高出去啊,不然会被冲走。 你们看到没有,刚才的陆地已经被淹没了,还好咱们跑上来了。 正当我暗自庆幸的时候,突然,发生了剧烈的走动。 我去啊,我去啊,这什么情况啊? 火箭都要被冲走了。 不是,洪水的威力有这么强吗,兄弟吧? 完了,完了,这火箭直接飞球了,飞到水里面去了。 哎,我去啊,我去啊。 如果你看到天空中有云飘过来,那它不一定又是洪水。 但是我以为洪水又要来了,于是我躲到了二楼。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,它可能是龙卷风。 直接把我卷上了麻花,房顶都给卷上天了,这谁顶得住啊。